早上好 八字要每天批 每天批八字才会越来越进步 如果十年才批一次 或者一个月才批一次 一年批十二次 只能越来越退步了 所以批八字也好 学八字也好呢 都是每天要批 每天批 才会越来越熟练 然后越来越快 不用说看到一个八字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怎样下手 来今天我们批这个 网络的八字了 他讲说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事业财运如何 小妹几时有真因缘 有因缘家庭吗 有没有因缘 他的问题是有没有因缘 我们先从他的本命八字看起 天干呢就是 物土 己土 生 庚金 然后呢 地支的话呢 就是五火 四火 生 存土和畏土 他的八字里面呢 没有财也没有官 所以可以只可以说呢 他的本命八字呢 他的官 因缘呢 只是一般般 不好也不坏 然后呢 来到这个 三十三岁的 大运大运的时候呢 他的八字呢 就变乙根河 然后呢 天干呢 只剩下一个己土和一个雾土 然后呢 地支呢 来一个卯木 就变着 卯木生四火生成畏土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他打从这个三十三岁大运起呢 哎 本来没有姻缘的 平平无奇的 但是 现在姻缘已经开始出现了 然而 他为什么到这个三十六岁了 他还问说 有没有姻缘呢 其实 我可以讲说 以我的经验来看就是 应该 很大的可能 就是呢 不要太选啊 不要太厉害 去 去选你的对象啦 是不是 你看到一个男的 只要他 有责任心 就可以了 不要去 看他的财富 也不要看他的 样貌有没有 靓仔啦 因为你这个大运呢 你一定是会有 一定会有姻缘的 不要 尤其是今年 姻缘是很旺的 因为去年的话呢 去年 认赢 认赢也是可以 认赢也是可以 然后 龟毛也是可以 也是有姻缘 然后明年 甲城也是有 也是会有姻缘的 所以 你这个大运呢 要好好把握了 这个好好把握了 如果你没有把握好的话 下个大运呢 甲银的时候呢 你还是有姻缘 因为甲银的话 也是荧幕生 四五火生成灰土 你的姻缘还是很强 而且有十年 所以 你自己看呢 啊 你自己看呢 也也也不能讲了 因为 不要太过厉害去选的 啊 就没事了 找男 找男朋友呢 找一个有责任的就够了 一个有责任的男人 现在没有钱 以后会有钱 现在不帅 以后会练得很帅 身材会练得很漂亮 只要他有责任 那么呢 虽然不会一定是对 但是呢 错的机会呢 一定是很少 好 今天这个八字 皮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